好啦 要擠一些蟹膏出來 OMG 有點黃啊 夠白 大家好 我是MIRROR 今天又是這個醬油蟹的特集 沒錯 今天是非常之突然來到新沙洞 不知道大家記不記得 上一次的醬油蟹 我是來到新沙洞的Pro 然後我就覺得蟹巧 今次又來到新沙洞 就想試隔壁的餐廳 看看蟹的質素是如何 其實上次我說 一隻蟹要5萬多W很貴 但誰知道我們沒有看價錢進來 然後這裡是更貴 它有大和中 大是9萬W 中是6萬W 所以它的質素希望也很好 否則大家可以去弘大那邊吃 現在就兩個人了 就叫了中的一人一隻 然後再叫了這個蟹膏拌飯 當然要先吃蟹 拿起它 它的膏真的是合格的 它賣相 好啦 我要吃啦 好啦 我要擠蟹膏出來 OMG 都不錯 我覺得蟹都挺新鮮 我以往吃過這麼多間 和Pro的醬蟹 它的醬蟹 它的醬蟹都比較鹹 而且它的醬蟹會有少少 應該放了辣椒 所以有少少辣辣的 因為剛才還沒吃蟹之前 都不小心吃到那些醬蟹 然後是好味好味的辣 所以喜歡吃辣的朋友可能會覺得不錯 但它的醬蟹真的偏鹹了少 但是也不錯 是挺新鮮的 而且它的肉質也 挺甜啊 可能因為吃醬蟹會膩 所以它的辣椒會沒那麼膩 不錯不錯 很可惜的 我覺得不是太值得這個價錢 真的吃過太多好吃又底的醬蟹 不過可能我覺得因為身差這邊 價錢始終不是學生會去的地方 所以價錢偏高可能也有它的原因在 每間都有它們自己醃蟹的方法 但我覺得它們的蟹雖然是中蟹 我覺得有少少瘦了這些肉 少少的可惜 哎呀 但是醬油蟹啊 這個 這個 很香的麻油 紫菜 充滿這個 芝麻也有 蛋黃也有 噢 不用說話 因為一定不好吃 懶人的話 就直接買一個蟹黃拌飯 不過我呢 我就自己喜歡 用手撕開 混合它的飯來吃 因為它現在這個拌飯 是會放了麻油或其他東西 因為我就想吃它的 吃它的醬蟹本人拌飯 忘記說 這裡它會有麵豉湯 我第一次看到它是麵豉湯 拿到它 哇 OMG 把蟹果這樣做出來 加點醬油 那些黃啊 救命 我很喜歡 因為本身醬油蟹 是很冰冰 白飯是熱的 這個冷熱膠肉 沒有 很好吃啊 OK GoodGoodGood 好了 現在就吃飽飽出來了 點了飲品 點了飯 所有的東西 加起來 就是9萬瓦 就是4萬5元 一個人 我們剛才想想想 覺得吃了9萬瓦 是一件非常不合適的事 因為一隻已經有6萬瓦 沒理由的 一定是收錯錢 然後我們剛剛進去跟老闆說 好像收少了我們一隻蟹的錢 然後老闆就說 傻豬 6萬瓦是兩隻蟹啊 然後老闆就說 我們是非常好人 我們太誠實 然後就說下次再來 那我覺得如果是6萬瓦 2隻 3萬瓦一隻的話 非常OK 剛剛也說過 這個地區的話 貴一點 我都覺得是正常的 但是它竟然是3萬瓦一隻 我覺得非常值得來 但是可能肉質是 剛才說過 有一點瘦的 是真的 但是我覺得 它所有的東西加起來 底 來吧 這間 真的可以考慮一下 就是這間 非常推薦大家來 那好了 今天這個獎牙蟹review 就到這裏 喜歡這影片的話 幫我按這節我 記得followIG和Facebook的話 就可以知道我最新動販 記得按訂閱和按鈕 就按下最新的影片 下條片 再見啦 好了 不知道什麼時候吃牛排 好了 bye